温泉大地震 存款处理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个就是死难者的银行的存款是由他的第一继承人所拥有的 第一继承人只需要携带死难者的死亡证明书 以及出具的继承公证书去相关的银行办理这个手续就可以继承了 第二个就是如果继承者也在这次事故中不幸遇难 而且也没有其他的继承人的 存款直接为国家所拥有的 如果死者在之前工作单位是属于集体所有制的 那么他的存款是属于这个单位的 第三个则是失踪者的财产 由于失踪者生死不明 因此他的财产仍然是属于个人所有的 只有在超过了法定年限之后 还是没有人去认领 那么这部分财产将会被认为是沉税财产 最后上交国库变成国有财产 其次则是对于遇难者的贷款处理 国家为了尽量的减少受灾地区人民的负担 对于生还的人 他的贷款国家决定采取不催收 不催缴 不伐息的三不方针 对于在灾害中不幸遇难的人 将其贷款直接合销掉 不得不说国家在处理这个问题上面 是非常的明确 而且非常公正的 既考虑了遇难者的情况 也充分体谅了生还者的境遇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可以点击关注 咱们下期见